港台有行家叫我來講的 不要漏了 待會就要講 可以了嗎 好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 想回應一下今天 防衛會就著六字居選子的集思討論 據我所知 今天有六個選子的討論 當然當中也包括了 我上次提及到的火炭4,800個單位 另外也提及一堆潛在可能性的一些新盤 所謂新落成的公屋轉做六字居 包括東京街 柴灣道 西九龍田海區 觀塘宏照道 及葵涌的青紅路 一共有六個潛在選子 我自己覺得第一個火炭基本上就不可行 因為上一次防衛會的會議 我也和很多委員一樣明確表達了 覺得在現在供應房屋短缺 這麼大幅落後的情況下 還這麼揮霍地把一些單位轉做出售 其實至乎在分配上不太公道 希望它可以減低規模 最少減一半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說法 最多都是轉做二千多個單位 所以看回未來幾個潛在的盤 而合到時間 我相信東京街是一個比較適合的 原因就是它的規模是二千五百個單位 落成的時間是2019年也比較近 接下來也可以追上陸自居原本預期的時間表 其他的可能有些比較細 例如柴灣道只有八百個單位 另外有些時期比較遠 例如西九龍田海區 那個落成時間也比較長一些 我自己覺得在這一方面 量是很重要的 只要量不超過了原本火炭建議 由林鄭月娥講的四千八百個單位的話 去到例如一半 二千多個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最低底線的 另一個我比較關心就是那個價格 上一期的陸自居 其實都有所救病就是貴 因為始終它都是和市價掛勾 市價大約是六成的價錢 最貴的單位都賣到三百萬 對於一般合乎公屋資格的市民來講 這個是一個很高的數目 因為畢竟入住那個家庭入息的水平不是很高的 都是由兩萬多至到五六萬之間 那你供樓已經去到一大截 對於那些基層市民來講 我是比較擔心 尤其是那個樓價現在去那個瘋狂的狀態 如果防衛會還是執意 只是用市價作為一個標準 哪怕你是打個六折都好 就是繼續升上去三萬四萬一尺的時候 你打個六折都是一個瘋狂的價錢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必須長遠來講 是要和市價脫勾的 如果不是你穩定地是有個折扣率的話 樓價升多少呢 你其實會跟著升的 那對於這一類基層市民來講 我自己擔心他們接了火棒之後 日後如果經濟逆轉 或者樓價逆轉的時候 那種的衝擊力我們過去都經歷過的 我擔心他們那個承受能力會不會是比較薄弱 那也都某程度你是被他接了火棒 令到他的家庭情況是差了 最後一點我覺得轉售限制方面是要做的 正正我自己倡議是要和市價脫勾 就是給他優惠便宜了 讓你很容易上樓 那前提就是你是一個自治居所 作為自我住屋需要 滿足 那我覺得沒有理由就是五年後 容許你即時轉售 那這個轉售有個後果是很嚴重的 大家知道資助出售房屋 都是資助的供應房屋來的 那這個供應房屋那個板塊 如果五年後就已經可以自由買賣 拿出去市場 就會出現現在我們見到的 天價公屋 天價居屋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健康的 也都是扭曲了 改變了公司營的比例 那個大的板塊 那我自己覺得轉售限制必須要長 價格低完之後呢 轉售限制應該升到15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 並且呢 有一個限售巨像 讓呢 將來就算滿足了 這個轉售期之後呢 只可以賣給房委會 又或者只可以賣給 指定的合乎公屋資格的居民 這樣呢 去壓抑了一種炒賣的風氣 如果不是呢 等於變相呢 穿了個洞 我們的供應房屋的資源呢 會一路一路都流出去 OK 謝謝 其實就住售價和轉售年期加長 售價要壓低同市值脫鈎呢 我的觀察都是跨黨派房委會的意見來的 那就 到今天我們都未見到房委會有個共同的決定 就是這樣去做 但是我們會繼續推動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長遠的制度的改革 如果我們公營房屋出售房屋呢 依然是 永遠同市價掛鈎的話呢 我相信市場越熱呢 我們那個公營市場也都會被它跟著呢 拖了 被那個勾拖上去呢 是繼續熱下去的 那我剛才也提到啦 那個轉售限制如果不改革的話呢 等於我們公營房屋呢 穿了個洞 那長期呢 我們的公營房屋資源呢 是會越來越萎縮的 那我希望他聽到我們的意見 不單止是民主派的意見 其實這個意見 也都很多是建制派的政黨 也是這樣提出的 OK 麻煩